琴鍵上跳躍飛舞的雙手 流洩出輕柔悅惡的悅音 他是吳晨雲 看似正常人 其实他在国三罹患了罕见的 雷博士遗传性视神经萎缩症 现在双眼激进全盲 从小学钢琴的他 一度想彻底放弃音乐 眼睛看不到 其实就觉得没办法弹琴这样 新开琴来之后 就是看起来那个钢琴 已经不是跟以前看得到的时候 就是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那时候手也很抖 然后就不太敢弹下去 但这后弹了之后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还有就是我还有耳朵听力 可以帮我这样 眼前的物体对视神经萎缩的成余来说 就像是有人用遮挡 所以他只能稍微的辨别物体形状 因此生活上处处受限 挤牙膏他没有办法挤 那我自己也尝试过说 我闭着眼去挤牙膏 挤在牙膏上面 你没办法判断是要挤多少 他觉得他可以利用钢琴 钢琴去 因为他自己是以音乐来 让他可以心情安静下来 他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说 比药物还有效 索性靠着朋友跟家人的支持 陈宇勇于面对退化的失利 甚至对未来怀有梦想 他想要当音乐治疗师鼓励更多病友 而另外一个鼓舞罕见病友的则是他 副榜勇士队的投手郭宏志 开了七次刀 号称棒弹不死鸟 怎么走过伤痛 郭宏志有独特见解 难得看到大明星 不少病友围绕着郭宏志 要签名 捅狂合照 请来这位在运动场上奋战不屑的 名投手就是希望能鼓舞 第十五届罕见疾变奖学金的 331位病友们 让他们也能不畏疾病 勇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